近日有报道称,在已故男星乔仁良走后五年,他的父母正遭受着网络暴力。 据悉在乔仁良离开后,他的父母尽管经历了丧子之痛,但仍然坚强和乐观地活着,还开了社交账号,分享各种做饭的视频。 然而在视频的评论里,经常出现恶意满满的高赞,比如说父母嘴歪,眼睛长得吓人,还有骂他们消费儿子,言辞不堪入目。 而且,这些恶评一直持续了两年左右,事情一经曝光,立刻引起了网友的注意。 不少网友对这些恶评非常愤怒,随后乔家二老亲自录视频回应此事。 两位老人面对镜头十分乐观,坦言开视频账号的目的,是为了让儿子的品牌可以延续下去,另外一方面也想给适毒家庭和抑郁症患者做个榜样。 据他们自己透露,乔爸是因为早年的医疗事故造成了嘴歪,而乔妈因为脑垂体流所以看起来眼睛大。 当年乔仁良的离开让不少人感到惋惜,相信最悲痛的还是他们的父母,他们坚持做乔仁良留下的品牌,延续儿子的事业和梦想,所以望大家嘴下留得。 也希望乔仁良的父母能健康长寿,不要把这些负面新闻放在心上。